院長部長還有政委 黃委員你好 院長你對於昨天調查小組所出的這份報告 院長看過了嗎 我看過了 你打幾分 及格嗎 我覺得因為這是一個重大事故 造成多人傷亡 所以行政院是以積極的態度提升調查的成績 這些空話都不用講 你打幾分 第二個因為他也有勞工代表參加 也有專業的人士 所以院長你打幾分 我原則上是認為這邊調查上稱公正 上稱公正 上稱公正客觀 我直接跟院長報告 昨天行政院調查小組公佈的時候 我跟普悠瑪的罹難家屬全程同步收看 看完了以後 那些家屬的情緒是氣憤是傷心 他們等了這麼久 結果出了這樣子的一個調查報告 關鍵的問題通通都沒有回答 我為什麼這樣子講 三個重要的關鍵問題 在開始這些關鍵問題以前 我想先請交通部部長回答 剛剛你有提到 主峰棒有問題 請問主峰棒跟這個普悠瑪列車的動力還有速度有什麼關係 簡要的跟大家說明一下 主峰棒出問題的話 對於列車行車的安全會產生什麼影響 請說明 主峰棒這個出問題 當然它是一個空氣壓縮機 如果是低於5.5霸 那當然它會減速 低於5霸的時候它就會整個停止 這個當然對整個車子 包括它如果有過熱議場 直接就影響到整個ATP整個運作 好我先直接講 你說影響到ATP 講這個話就外行了 我直接跟你講 為什麼主峰棒在我第一次交通委員會質詢的時候 我就直接點出來 你們一直在移轉焦點 所以在處理ATP的問題 我ATP的問題我留到最後再問你 但是你看 整個在對話的紀錄裡面 司機跟調度員 從頭到尾都在討論什麼 主峰棒主峰棒 那為什麼跟動力有關係 當這個主峰棒沒有空氣進去的時候 對於停留韌機的影響是什麼 對於停留韌機就像我們開車的手剎車 沒有空氣進去的時候 停留韌機會怎麼樣 停留韌機會縮起來 就像手剎車會拉起來一樣 它會造成什麼狀況 它會造成的狀況是說 速度表上面的刻度 跟實際的速度馬上就沒有辦法符合了 因為你的那個 像手剎車的那個停留韌機 就已經把它給縮住了 你剛剛所講的那是緊急韌機 緊急韌機當沒有空氣的時候 緊急韌機沒有辦法作用 停留韌機跟緊急韌機 是兩種不同的剎車系統 同時存在我們的普悠碼上面 好 當然我們都知道 主峰棒出問題的時候 對於車子的速度 對於車子的動力 會產生這麼嚴重的影響 從這次事故普悠碼 從頭到尾 整個司機跟調度員對話的記錄 包括你們的 裡面的調查報告內容所寫的 我現在一個最關鍵的問題 在發車以前 主峰棒 主峰棒 就已經知道 他沒有辦法作用 第一車跟第八車的 為什麼還允許他發車 誰做的決定 對這個 這個 從那個 TCMS的系統 發現 他在這個車子交車 對不起喔 我的問題是 知道 第一車跟第八車 主峰棒是強制關機的 根本沒有辦法作用 為什麼還允許他發車 所以現在我們也折騰台鐵局這邊 就所謂的 前任的司機員 檢查 你到目前為止 還在折騰台鐵 現在我關鍵的問題是 當主峰棒 已經知道壞了 你們也知道 主峰棒壞了 對於車子的動力 對於速度 會產生非常直接的影響 大家現在還沒有聽到答案啊 為什麼主峰棒出問題了以後 還允許他發車 我現在跟黃委員報告 現在整個動力交接紀錄 還有他們相關的這個通連 沒有這一部分的 這個包括你剛剛提到的 第一車第八車 在開車之前 他就產生異常 我們現在正在請台鐵這一部分 所以你還現在正在請台鐵離心喔 已經在在進行了 可是他這個紀錄 我的老天啊 我現在在問你喔 在台鐵的SOP裡面 是不是主峰棒有異常車子 可以繼續跑 是嗎 是這樣嗎 請說明 也就是喔 我今天台鐵發車的時候 我知道這個主峰棒 空壓機有問題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繼續跑 台鐵的SOP是這樣嗎 台鐵的SOP當然 他現在這個 主峰棒那個故障 主要故障 他當然不能夠開車啦 但是他 等一下喔 先停一件事情 主峰棒故障 不能夠開車 這個是部長講的嘛 好 再一個關鍵的問題 誰允許他開車的 你剛剛給我的答案是 你不知道 對嗎 什麼時候會給大家答案 什麼時候會知道 你剛剛說喔 主峰棒故障 車子不應該開嘛 他 我剛剛話還沒講完嘛 那個方委員 就是他現在要 要那個聯絡 那個調度員 聽調度員的指揮 就是說他可以究竟 先停一下啦 主峰棒是一開始就壞掉 還是開車以後才壞掉 請說明 是一開始就壞掉 還是開一半才壞掉 請說明 因為我們現在的這個 瞭解了他在這個 兩分鐘前 就是他開車兩分鐘前 他在第一車 第八車 這個兩個主峰棒 就有異常 對嘛 所以開車以前就壞了 那你剛剛在跟我扯什麼 主峰棒開車以前就壞了 主峰棒有故障 車子不應該開 我現在只有問你的是 為什麼主峰棒壞掉 車還決定要開 這個決定是誰做的 什麼時候可以給大家答案 什麼時候可以給大家答案 你們調查了這麼久 寫這種東西出來 現在大家都在關心啊 你看齁 整個行車紀錄上面 所有的對話 都在講主峰棒 停留任機 結果呢 因為那主峰棒有問題 調度員 叫那個駕駛員說 那你探頭出去看 你探頭出去看什麼 看後面那個車子的主峰棒 空壓機的綠燈是不是有亮 結果司機說太危險了 你怎麼可以叫我探頭出去看呢 然後呢 車子就這樣子讓他繼續開 開什麼玩笑啊 來我現在有更關鍵的問題 這個是宜蘭地方法院所講的 為什麼我剛強調 當空壓機主峰棒出問題的時候 把手上面的刻度的速度 跟實際的速度 會不符合 因為 停車任機 在沒有氣的時候它作用 一煞車 你本來要開100 其實開不到100 但是什麼 但是你如果要補充速度到100 你把手要再往上拉 因為煞車是屬於煞住的狀態 但是 當空氣一進去了以後 停車任機就鬆開 停車任機鬆開的時候 速度什麼 就會往前衝 在你們的調查報告裡面 對於不管是 司機跟調度員 他們在通話的時候 為什麼時快時慢 在你們的調查報告裡面 對於宜蘭地方法院裡面所認定的 說刻度跟實際的速度不符 你們在裡面 完全沒有做任何的解釋 那你們為什麼完全沒有做任何的解釋 就牽涉到 我馬上要問的問題 我要問的問題是說 好 這台車子 主風崩壞掉 根本不應該讓它開 但是卻有人決定讓它開 決定的人是誰 你們要儘快給大家一個答案 第二個問題 那為什麼 這台車子 為什麼這台車子 竟然在開車以前 就出現了主風崩 故障的問題 來 我先請教一下 在你們今天的報告裡面 說 之前喔 台鐵發生事故的第一時間 跟社會大眾說 主風崩故障 不常見 滿口胡言 胡說八道 我等一下馬上調主風崩故障的紀錄 來給大家看 來我先請教一下部長 台鐵說主風崩故障 坦言不常見 這個是實話還是謊話 這個 是實話還是謊話 這個應該不是 這個應該不正確啦 不正確 好 回去調查 誰決定要台鐵出來欺騙社會大眾的 該不該處理 該不該 從買來齁 到你們這一次換 中間有沒有換過 上一次換是什麼時候換的 對 再來跟那個 黃遠報告齁 說這一次這個事故發生之後 他們全面的去做這個檢查 請你不要講廢話好不好 他 他所有的 你上面寫的 對 說事故發生以後 16個都換了 我知道 這就是我的問題嘛 我現在的問題是 你上一次是什麼時候換的 什麼時候換的 現在他整個 他有所謂的 維修的履歷表 那這一部分的話 我想這個保養員那邊也有 那他整個 20072008 他整個交車到現在 他是有 所謂的 1A 2A 3A的這個保養 那這個裡面 我這樣看了 包括你所關心的這個 所謂的主風棒 中空絲磨除濕器 這個在主風棒裡面 請你針對問題回答 部長我拜託你 回去今天看一看 我問的問題 跟你講的答案 你除了浪費我的時間以外 你還會什麼 前一次什麼時候換的 什麼時候換的 這個我看他們的履歷表是沒有 但是他這一次這個 特別檢查以後 來 你說齁 你看他們履歷表是沒有 代表之前根本沒有換過嘛 是嗎 是不是 我是看那個履歷表是這樣子 是不是之前沒有換過 如果是這樣呈現的話是這樣子 好 多久要換一次 多久要換一次 這個 按照這個 原來的 這個原版的 他的這個 整個 我跟你講啦齁 這是六年嘛 以後被台電 台鐵 給你那些胡說八道的說詞 我上次質詢我就跟你講了 你是一個搞不清楚狀況的部長 我今天同樣的話 我還是在跟你講 你回去 查台鐵的 在中空絲膜除濕器裡面 沒有所謂的第一版 沒有所謂的第二版 你現在背的答案 是另外一個除濕器的濾心 我直接跟你講啦齁 三年就要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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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沒有換 為什麼在調查報告裡面沒有寫 這不是該換而沒有換的東西嗎 今天就是因為什麼 今天就是因為 來 我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本空是除濕機 六年要換 這個是六年要換的啦 好 請問台鐵 買了嗎 對 各位歡迎報告 他現在這一次事故發生以後 他也做一些採購 但是 那個明年他 事故發生以後 他要去採購 來我再請教一下部長 現在 Pyoma 有沒有車子 在台北機場裡面 進行六年的大保養 有沒有任何車子在台鐵的機 在台北的機場裡面 進行六年大保養 有還是沒有 嗯 我了解是沒有 你了解是沒有 對 他因為他有所謂的 自由天數的這個 唉唷 部長 不要再一直齁 去 回答一些 雞鴻鴨獎自己 我說有沒有任何Pyoma的車子 不是這次的事故車啊 這次的事故車已經掰掰了 當然不會在機場裡面 做六年大保養 我說 現在有沒有車子 在台北機場裡面做六年的大保養 有還是沒有 不知道就說不知道吧 不是 這個我了解是沒有 但是他現在 你了解是沒有 好來來來 我等一下齁 給部長看 台鐵回覆給我的公文 白紙黑字 說有 有 我那個公文 下一個問題 那如果 冷空濕除濕機 你們現在才要買 那請問現在在台北機場裡面 做六年的大保養是在做什麼 做假的啊 該換的東西 根本還沒買 告訴社會大眾 所以我們已經有兩台車進去做六年的大保養 結果呢 被大家發現 你要進去做六年的大保養 但是該有的零件根本沒有啊 開鐵到底在幹什麼啊 完全在草煎人命啊 來 冷空除濕 11月的時候 有沒有去現場看 調查小組有沒有去現場看 我們的普悠馬 剛剛我所講的齁 該換的冷空除濕機 裡面 看出來的那個濾網 是不是泥土雜草 羽毛密布 有沒有去看過 對 這個黃委員 他現在這個照片 他傳回來 他就是裡面你講的 他整個濾網 他都被這個雜物 這個整個卡 好整個濾網 都被雜物給掩蓋 這個就是我一直在講的是什麼 煮風泡 會影響到車子的速度跟動力 導致刻度跟實際的速度不符合 那為什麼煮風泡會壞掉呢 該換的沒有壞 該保養的沒有保養 一打開以後 對於整個油 煮風泡裡面的油 它要發生降熱機能 最重要的 這些除濕器 這些冷卻器 這些濾網 上面全部都是雜草 都是羽毛 都是泥土 導致什麼 這煮風泡根本沒有辦法正常作用 剛剛部長回答說 有喔 有這個照片 還好你講實話齁 這個照片 為什麼沒有提在調查報告裡 這是整個事故發生最核心的起因啊 為什麼在調查報告裡 只字不提 這樣的調查報告及格喔 為什麼家屬會憤怒 你不知道 我可以說你無能 你知道了還不寫 你就是欺騙 我說的不對嗎 我說的不對嗎 我跟黃委員說 那我直接講 對 你剛剛講的那個照片 什麼時候公布出來 院長第一時間 在這裡給大家做的莊嚴承諾 公開透明 絕不隱瞞 所有的資訊都揭露 有嗎 你剛剛所講的 只有你這位部長 可能還有調查小組的人 還有台鐵的高層 看得到造成煮風棒 會發生故障 這麼離譜的照片 一個空氣濾清機的除濕機的濾網 就像我們家裡的冷氣一樣 拆下來 兩公分後的泥土 雜草 羽毛 你要散什麼熱啊 你要散什麼熱啊 這個煮風棒如何正常運作 好 你作為一個部長 你看過這個照片 你也知道問題在那裡 為什麼不公布 什麼時候公布 三天之內公布 可不可以 我跟黃委員說明 這個 我們是配合行政調查小組 他昨天做 所謂的 來行 行政調查小組 請問招幾人 照片你看過沒有 那個部長 請你到旁邊去 我接下來不想要再問你任何問題 你今天回去 把我問你問題的諮詢 再重新看一次 我問A你答B 我問C你答D 你不是在浪費我的時間 你是在浪費社會大眾的時間 在繼續傷害這些罹難者家屬 照片 吳政偉看過沒有 跟黃委員報告 你剛剛所講的這些問題 我們在詳細的報告裡面都有 好 詳細報告什麼時候提出來 這個報告我們在詳細的部分 我們已經有了 馬上可以提 什麼時候提出來 我們已經有了 對 什麼時候提出來 我們隨時可以提供給黃委員 好 不要提供給我 跟社會大眾公布 跟家屬公布 包括剛剛部長承認他看到的那張離譜的照片 一併公布 可以嗎 可以 今天下班以前公布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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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 來 我們繼續看 這個黃委員我補充一句話 因為我擔心社會誤解 因為調查報告裡面 是有點出主風棒的問題 他並不是沒有 當然主風棒裡面的 你剛剛講的是怎麼 廚師的問題 通風的問題 不良造成主風棒 其實他們報告裡面也有 沒有 但是院長 他們的報告裡面掃了一個很關鍵的 台鐵 整個後勤維修保養系統 整個爛掉了 整個爛掉了 就是因為台鐵 後勤維修保養系統 整個爛掉了 今天會出問題的喔 黃委員 不是只有已經出事了普悠馬 現在在軌道上面繼續行駛的普悠馬列車 通通都有相同的問題 其他的列車 怎麼做後勤資源 保養維修的 通通都是問題 為什麼這件事情很重要 院長請您繼續看 主風棒 那個黃委員 我要講的是說 發生異常 私油的狀況 院長請您看 我只要有紅框框起來的 是他們每次定期要去看主風棒的時候 有問題的 異常會寫異常 全部都是紅框 全部都是紅框 密密麻麻的紅框 做過什麼事情 做過什麼樣子的管理 做過什麼樣的保養 做過什麼樣的維修 剛剛我問部長說 好 剛剛的那個中空絲膜的過濾器 上市什麼時候換的 他承認 其實根本沒換過 但是我看了台鐵的維修紀錄以後 來院長 我再帶您看 中空絲膜故障 就是出世的這台普悠馬 就是出世的這台普悠馬喔 2016年 就故障 發生破裂 漏氣 已經發現了破裂漏氣 可以不換就不換 繼續讓車子在軌道跑 這不是草間人命是什麼 院長你可以跟社會大眾說明說 為什麼台鐵2016年 發現了這一個中空絲膜就已經故障 阻風泵就已經漏氣 他可以撐著 不要換 他上次3A就應該要換的中空絲膜 可以繼續的 讓這樣子一台危險的普悠馬 繼續的在軌道上面跑 可以跟大家解釋嗎 為什麼 這個黃委員 就是說這一趟普悠馬發生事故 調查小組就是調查出的是多元原因 包括你剛剛所講到的 主峰棒異常也都是在調查報告有呈現 並沒有說對社會有欺騙 沒有關係啊 這個都有 我們具體來講 第二次就是說 管理制度跟專業其實都沒有出了問題 院長 您等一下 我講錯請你糾正我 今天調查報告的確有講 主峰棒有問題 是那台車子開始到結束 它不斷的發生問題 這個有講 但是 這份調查報告 院長請您回去看 回去看說什麼 它有沒有告訴大家說 對不起 這一台普悠馬 在2016年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發現 它的中控失容 有問題 破裂了 露氣了 但是對不起大家 我們台鐵知道有問題 我們該換的沒有換 我們還繼續讓這台普悠馬跑 這個才是大家要聽到的真相啊 大家要聽到的不是結果 說車子在開的時候 主峰棒有問題 大家在問的是 為什麼 應該要正常運作的 沒有正常運作 為什麼 應該要正常運作 沒有正常運作以後 竟然還允許它開車 如果 今天行政院的調查報告 有回答剛剛的問題 我跟部長 跟院長 跟調查小組的召集人 道歉我都沒有問題 有寫嗎 寫在哪裡 告訴大家 這個我請 武哲成政委跟你報告 特別跟華為人報告 我們查到的是 在5月已經發生主翁棒的一場問題 那這部分我們在報告裡面 都有呈現出來 你有寫2016年的時候 中空思謀故造 處方棒漏氣嗎 有嗎 有嗎 在今年的5月就發生 對嘛齁 你有寫說該換沒有換嗎 你有寫嗎 他有異常但是沒有處理 來 這個黃委員齁 就是台鐵過去的管理 不管是你剛剛講的後巡維護 或是說調度員 跟司機在故障排除的專輯上面 其實都產生很大的問題 另外就是說 該停車 該停車沒有讓他停車 這個都不是我今天質詢的重點 我的習慣是 我講過的事情我不會再重講 我講過的事情成立還是不成立 所有的媒體社會大眾 所有對於鐵道關心的人 大家都可以去檢驗 台鐵一而再再而三的說謊 除了我剛剛所講的 第一時間跟大家講 說阻風蹦其實我們很少故障 非常罕見 來再看一下 台鐵前局長說 我們擦身事故的普悠瑪 其實日前才完成六年大保養 後來發現是什麼 一場騙局 他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在本來他們的維修紀錄裡面 本來在維修計畫表裡面 八月要進場進行六年大保養 根本沒有進場啊 根本沒有進場 好台鐵後來說 因為我們的計畫有修正 來請問一下什麼時候修正的 來調查小組著急 請問一下什麼時候修正的 黃委員所提的是 這一個中空師母的這一個保養連線 不是 我講的就是 出事的兩台普悠瑪 按照去年所定的六年大保養計畫表 今年的八月 要進場進行六年大保養 實際上沒有進去 台鐵前局長欺騙大家 我提出這個問題了以後 他們說黃委員你誤會了 我們的大保養是滾動式檢討 所以我們後來呢 有改變 那我現在就問啊 八月該進場保養沒有保養 說有改變 請問是什麼時候改變的 據我們的了解 並沒有看到他改變的這一些 蛤 調查小組的召集人說 沒有看到他改變的計畫 來 我給吳政偉看一下 吳政偉你可能回去要再查一下齁 台鐵還隱瞞你多少事情 右手邊 是台鐵給我新的表 說有啦 黃委員你誤會了有更動 結果我一看什麼時候更動的 九月底更動的 那這個表是真的還假的 我們堂堂一個調查小組的召集人 對於這個表有更動過 竟然不知道 說沒有這件事 可是台鐵跟我講有耶 但沒有關係 更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八月的大保養該做沒有做 可以用九月底的表來去改嗎 可以這樣做嗎 我為什麼剛剛跟院長講說 後勤維修保養的系統 已經整個崩壞掉 來繼續再往下看 院長請您看一眼齁 上面要進行進去裡面 4A大保養的密密麻麻的 不管是他去年早就排定的表 還是今年九月底突然去修正的表 實際上面呢 只有六組 這個是實際的維修表 只有六組 前面的排定是這樣 後面實際的是這樣 台北在幹什麼 該做的大保養不做 排定的時程可以不要搞 讓這些車子繼續在軌道跑 這不是草菅人命是什麼 這個台鐵非常不應該啦 這個後續局長都應該要嚴格要求 我跟院長報告一件事齁 昨天晚上 我接到台鐵基層員工的訊息 我很難過 他們跟我說 黃委員 對不起 我們不能再提供給你任何訊息 我說為什麼 我從來不洩漏 我從來不洩露催哨者的身份 他說因為 這個調查報告出來了以後 台鐵現在開始找了 準備要找基層 所謂的食人名單 出來扛這個責任 吹哨者很難過 說不是我們同任的錯 今天因為他提供我訊息 揭出了這一堆黑幕 結果害了他的同事 現在大家都在害怕 誰要被懲處 院長我要的 一個非常簡單的承諾 究責一定從上到下 不要像上一次 聽附列雷建銀行的案子一樣 被究責的都是基層 究責從上而下 院長你可不可以承諾我 該負責就要負責啦 是 沒有錯啊 但是咧 你如果出來的懲處名單 全部都是基層的員工 上面那些 該保養沒有保養 該保養沒有保養 對呀好 院長非常的好 該保養沒有保養 請問他為什麼 對啊 我們直接跟你講說 沒有料 他沒有料他怎麼保養 誰確定不買料了 料廠報告你寫嗎 他還可以這樣嗎 誰確定不買料了 好 謝謝黃委員 謝謝大家院長 好 謝謝 謝謝